流量的歌声 小朋友自信地唱出自己的歌 这是万荣乡公所所次办理的 乡内传统歌谣比赛 并分为国小 国中及社会组 共有17支队伍200多人参与 就是希望我们的那个 传统所有的那些歌谣 漂亮的 很秘妙的 能够传统 怎么讲 传承 主要是说这个太陆国的歌主 歌谣或是这个布农组的歌谣 能够传承给下一代 让小孩子们他们也能够知道说 我们祖先的智慧所创作的歌曲 能够继续的传绝下去 希望借由活动激发族人 保存并传唱传统歌谣的决心 也能够把握时间 跟其老学习 一首一首珍贵的歌谣 让年轻的一代可以知道 自己族群文化的音乐特色 建立自信心 许多餐饮的族人 都很赞同这次的歌谣比赛 透过这个机会 我们就可以去传承老人家 去学习他们的传统的歌唱的韵味 借我这次的歌唱 不管是比赛还是表演都好 可以去了解自己传统的文化 特别是母语的部分 能传承我们泰鲁歌族的文化 把歌声献给祖林 唱出传统歌谣 让歌谣深深不息 另外活动也邀请 走信乡及秀林乡的团体 进行乐舞展演 不同族群 不同区域的乐舞 借持彼此尊重跟欣赏 记得跟着马亚花莲万荣 采访报道